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桥共有十多种地方特色的区种 而用评书的方式打开陆桥 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了 陆桥因为它是周深宜的地方 今天晚上就客人都到陆桥一来 明天周深宜 周深宜他晚上去扎鬼里听说 宋代时陆桥返盛的商贸经济 带动了酒楼 茶寺等文化场所的兴盛 也带动了陆桥评述的发展 现在这种宋代同款的打开方式 已经成为了长街夜生活和文旅IP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换一种打开方式陆桥还有新的韵味 跟着我来去看看 探着陆桥让让 实力长街去逛逛 去探究历史的神奇 听清楚陆桥的文明都源 最一周带来中越文化 王兴致留下又君莫词在相言 是掌见的真正大师 陆桥灰雕 八百云传承的建筑工艺 非物质文化的宝地 党外河边 人来人往的烟火器 陆桥夜月的美景 皇上数格的美名 在千年岁月中历久留心 绝对的不许子行 以前我们这里最繁华的时候 两边的店铺具有八百二十多家 每到农历的逢三逢八的日子 我们叫三八集市 这些摆地摊挑担子的这些 也有两千一百多家 这条河可是我们的母亲河 它叫做南关河 五代时期就已经开凿出这条河流了 以前我们其实实力长街上的一些 做生意的他们运输货物 都是靠走这条水路的 这个地方的确是以前汉朝时期的 游亭驿站的遗址 我们实力长街当时已经有了雏形在了 这个就是我们阳城故居 是我们实力长街以前最大的一个宅子 阳城呢 他曾撰写了我们陆桥第一部 也是唯一的一部地方制 叫做陆桥之列 浮雕墙 这边呢是我们本地的飞仪 叫灰雕 就地取材海里的那个牡蜜壳 高温断烧成灰 然后呢做成了这个灰泥 把它盯上去 用舒畅的方式打开路桥 听见的历史古运 在目之所及的势力长街之上 都可以一一对应 为了在线南关河畔股市盛景 当地投资2.2亿元 引入各色业态 包括打银 期划 铺贴化 等传统飞仪体验店 和小酒馆 汉服等新型消费场景 以满足年轻人的新国潮体验 这家店是个飞仪布天画体验店 布天画是我们区籍的飞仪 你看这次画它是一个唐朝的顺女 把它粘在这个黑色的布上 对 贴在黑色的布上 然后我们把反过来给它腐皮 贴好 先按一按 然后反过来用剪刀 反过来用雷雷0.50米左右 是要包起来的是吗 对 讨厌技术的时候来了 对 眼睛去 你先轻轻地画 什么样的眼睛 我会画一双非常妩媚动人的眼睛 请大家仔细观看 有个鼻子 有个嘴巴 点睛之笔就在这了 你的作品可以一直被别人看到 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这就是我在台州留念的一部分 这是十里长街的明星狗 包子 你笑一个 包子 看镜头 不要害羞 往来紧张了开始 太近了 紧张 背个小框 这家店真的是超级漂亮 还有这些小灯楼 上面写着民宿 最早是钱庄 然后改建成这样的民宿 这个吧台也很有感觉 咱们俩其实应该趁着机会 在这里喝一杯 我觉得行 十里长街就这样的特点 都是这个店铺是前门是临街的 后门是沿河的 后门是沿河的 对 所以是街一边 水一边 很有韵味的 江南水乡 白鹿千桥万家市 2000年前的商谷种地 在现代的新经济业台之下 有了新的权势 目前街区内有传统的手工艺店 将近30家 非一体验店10余家 传统特色小吃店50多家 节假日单日最高游客量 13.1万人次 其中接待的夜间消费者 约占60% 而逛完了文化实力长街 咱们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打开路桥 我带你去吃我们比较特色的美食 老街江汤面 面来了 渊渊就闻到香味了 好烫 妹妹 汤出 好烫 鲜鲜出炉的 你看很丰富吧 有这样的豆皮 然后虾干 还有鲜虾 这个香菇干 然后你要先喝口汤 先喝口汤 这汤太烫了 不使用 趁热喝 一碗姜汤面 最重要的是它的汤 因为我们泰州是沿海城市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姜来驱寒去湿 怎么样 辣吗 不辣 它是用黄酒煮完的姜 然后又把它熬煮那么多小时 它就是剩纯香 看还有这个米面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米面 这就是米面 他们家是在老街上开了几十年的了 吃完之后我们两个应该会满头大汗 我第一次吃这个姜汁面 就已经完全爱上它的味道了 鲜仁烧核桃 这是什么 我想尝尝 但怎么尝 怎么尝 它这个就是碗直接放在底下干烧 里面有鸡蛋 然后有核桃 还有姜汁 好吃 那里面有火烫碎 然后就是鸡蛋 红糖 姜味是果在碎 外面一层就 好吃 它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仙人烧 为什么 人们觉得就是这样鲜美的味道 只有仙人能够烧得出来 这家店也有二十多年了 用美食的方式打开鹿桥 不夸张地说 这里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与姜有关的小吃店 鹿桥位于中国的黄金海岸县中段 沿海的位置带来了海鲜的鲜甜 更带来了当地人对暖胃驱寒的生姜的喜爱 姜汤面等民间小吃 据说已经流传了百年 而现在 辣呵呵的鹿桥姜文化 正被打造成为台州式的文旅IP和美食品牌 滋鸭鱼俱全 而且还有海鲜 这是我们本地特别出名的滋骨姜汁 黄狼银 姜葱爆炒猪肝 姜汁黑枣炖猪心 我们老街的泡虾 这边是老街鲁丝酱 姜汁跳鱼捞面 这个叫盐蒜炒糕 灰糖胃鸭 姜汁猪肚 生姜小炒鸡 姜汁炒米饭 黄狼银 它也是我们本地特别出名的 而且黄狼银只有我们黄狼这个地方有的 它壳比较薄 肉比较嫩 并且有一点点甜 里面的糕和黄很满的 姜汁已经融在这个螃蟹的鲜味里面了 它是生姜小炒鸡 它用本地的生姜炒的 这个姜汁猪肚的 它是比较补的 满满的姜味 灰糖胃鸭的这种做法 其实完美地保证了这个鸭子的一个鲜味 还有营养 这个鸭汤有一种非常醇厚的味道 它这个卤味里面还有青草的香气 姜葱爆炒猪肝 猪肝是很嫩的 这个要掌握火候 这个猪肝吃起来口感特别的Q感 看到这么多道美食 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没有吃过见过的菜 都是用小嫂的姜粒做成的 陆桥有许多种正确的打开方式 而是里长期的 旅IP和辣呵呵的美食品牌 都是独属于陆桥的记忆 这里的夜晚有美食有文化 还有更多的夜间经济新活力 我们下期再见